不学姐 戏剧永远在 大家好 我是范巴斯腾 欢迎来到范巴斯腾说题 我们这一讲讲一下 阿根廷在庆祝世纪杯夺冠的两战热身的第二战 对库拉索一战已经结束 阿根廷以7比0轻取库拉索 这一战球身没息上演帽子戏法 而且是在17分钟内完成 三球一注 都是运动战进球 国家队的进球数突破100个 已经是102个 而且我们能够看到阿根廷今天的首发 是球舍梅西同 这个刚皇 刚萨莱斯 以及洛塞尔索等 没有就是阴上错过了 本届设备的国脚 以及像蒙提尔 像这个佩泽拉等 替补球员组成的这个首发 完了 然后下半时呢 用这个阿尔玛尼门将换下大马丁 包括迪玛利亚 迪巴拉等球员也都换上来 这个撤下了 像麦卡利泽斯恩佐等首发球员 就是让阿根廷的所有的球员 基本上都能够上去踢球 这个身体状态好 你就可以踢 接受球迷们的欢呼 那么球舍梅西 我们能看到他的进球 有的是包括 你像这个刚皇 刚萨莱斯的进球 是不是 你看我们错过设备 我回来我能进球 弥补了遗憾 洛塞尔索还有助攻 也是错过设备 对不对 这个蒙蒂尔也打中了很漂亮的进球 这个你看 让我们想到了蒙蒂尔在世界杯的决赛的 点球制胜夺冠的那个球 包括迪玛利亚自己上来创造点球法中 那球舍梅西如果对这个所谓国家队进球术很重视 是不是把这个点球给自己来访 人家没有 包括恩佐的一角这个世界波 那你就看看吧 人家阿根廷 人家球舍梅西 人家进这就什么球 人家说那这不也是友谊赛 我是你阿伟罗和葡萄牙 你在欧洲杯预选赛 正赛上 你都能踢卢森堡和列治顿士登 这都排名90多名 小200名 198的球队 我阿根廷我在友谊赛上 碰一个这个61的巴拿马和86的库拉索 还想咋的呀 你阿伟罗和葡萄牙 以往在欧洲杯预选赛 世界杯的欧洲区预选赛 包括欧国联总 你不经对这些弱队了吗 什么 包括咱们说的这个卢神堡啊 列治顿士登啊 法罗秦岛啊 这个这个像 立陶宛呢 是不是 安道尔啊 直布罗陀呀 等等等等 你不经踢这队了吗 你阿伟罗所谓的国家队进球 你在这个队山上 得有多少个 对不对 你在国家队的 这个世界杯和欧洲杯正赛上 你刚进几个 尤其是淘汰赛上 我们都以往说过 五届世界杯淘汰赛 零球零助攻 五届欧洲杯淘汰赛 只有三个进球 就是说十届大赛 五届世界杯 五届欧洲杯 只有三个淘汰赛进球 那你这120多个国家队进球 那水分也太大了 全是对那些渝南球队 在预选赛和友谊赛中 包括欧国联中刷的球 不都是吗 那你这球 好意思说吗 那你看球神梅西 对库拉索 点球都不提 都让着 可以梅西提 人家说 迪玛利亚上来 他创作就让他提 人家球神梅西注重的是 在世界杯 在美洲杯的正赛上 我多进球 尤其是在淘汰赛上 包括决赛上 我多进球多助攻 你看看 球神梅西在这个 世界杯包括美洲杯 这个淘汰赛 包括决赛的进球 加助攻 领先你多少个 世界杯的制造进球 历史第一 单届世界杯 七球三助攻 就在世界杯整个 纯进球的射手榜上 也基本上 也是名列前三左右 你还 碰瓷进球 你那啥进球啊 俱乐部的进球 我们一往也讲过 抛开点球 抛开你比 球神梅西 多提的两年 多提的一百多站 多射的近一千角射门 球神梅西早的进球数 超过你了 近十多年的进球 助攻和制造进球 总数第一 全是球神梅西 你这不知道吗 包括我们讲过 金球奖 如果以进球和制造进球 包括助攻在内 多为金球奖的标准 球神梅西目前已经 至少九个金球奖 你阿北罗的所谓五个金球奖 都有两个给人来完 你就上仨 你说啥呀 阿根廷也想踢你面临的那些弱队 你踢不着 人家南美区 就是世界杯的南美区选赛 这十个国家 没有一个绝对弱的 人上哪碰鱼呢 美洲杯还没有预选赛 所以说人家只能偶尔邀请 这些各个地区的国家队提 也不可能每次或者多数 邀请这些渔南 极个别的情况下 而且就是人家邀请这个渔南 也比你碰的那些渔南要强的多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碰词 那么这站球呢 球神梅西和阿根廷 继续享受着 这位夺冠的庆祝的快乐 这是在圣地雅各 那么在圣地雅各之前 我们得清楚阿根廷国家队 赶赴了这个南美足联的总部 巴拉圭 接受了南美足联的 可以说奖励 表彰 祝贺 全场可以说那种热烈的氛围 比金球奖颁奖礼 比这个这个世界足球先生 也就是国际足联的年度颁奖胜点 可以说基本上不差啥 我们得清楚 球神梅西 同阿根廷国家队 共同上台接受褒奖 包括斯卡洛尼 也受到了这个这个礼物 和这个鼓励 球神梅西本人 也得到了什么 通贝利和马拉多纳 毗邻而立的雕像 在南美足联的总部 三个球王 当然球神梅西 是这一杯独怪以后 已经从球王变球神 从王成神 还得到了什么 象征王的权杖 这是由阿根廷足球主席 塔比亚亲自拿出来 由南美足联主席 给球神梅西 办的奖 你看 这让我们想到什么 球神梅西 在这个 你说什么 就是说 世界杯夺冠时 接受了 这个国际足联主席 以及 这个卡特国王的 王者披风 穿上了 那么球神梅西 这就是什么 你看 如今 世界杯夺冠 大理神杯高举 金杯在手 对不对 手捧金杯 然后呢 可以说是 身穿王者披风 又手持神的权杖 加上 这个世界杯的 这个 包括 美洲杯的 和欧美杯的 三个冠军奖杯的 复制品 也赠送给了 球神梅西 因为这个 正品都得留在 这个国际足联 和南美足联 等等 以及 我们刚刚说了 和贝利马拉多纳 一样的雕塑 也给球神梅西建了 就是 这个 这个 梅西 这个 贝利和马拉多纳 这三个人 拥有 那么 球神梅西的这种 可以说是 无敌的 这种存在感 向着 他 依然 还在延续的巅峰 和以后的目标前进 球神梅西 作为一个 世界足坛和整个 世界体坛的历史敌人 无人能及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可 还能有进步 我们希望 球神梅西回到巴黎以后 跟巴黎 续约与否 是到这个 英超 还是回到巴萨 这个我们 他到哪 我们就关注哪 就行了 那个在沙漠踢球 在这个国家队和渝南 争高低的那个人 以往在球神梅西 获得世界杯冠军之前 你已经 差档次了 在球神梅西 获得世界杯冠军以后 你不是差档次了 你以为彻底压倒了 你啥样 你们的这个群体啥样 你们自己 有数 好了 我们 今天这讲讲到这 我们下讲 再见 我们下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